新美系织幼儿园也爆出疑似胃药案 引爆家长恐慌 16号市长侯佑仪临时延迟既有行程 亲自出席市府案情说明会 科学专业的医生们的判断 目前是阴性的 面对所有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以而传而 证明系织幼儿尿检本巴比托阴性 但却意外减出微量29耐克的本二氮瓶类 助免管制药物成分 对此新闻师傅亮出部北医院的检验证明 强调结果是阴性 要绿营不要造谣声势 更要当过医生的赖清德出来面对 在日前就已经良心的呼吁民进党的小鸡 甚至是总统候选人 不要再恶意的抹黑造谣 你的发言人戴伟山依然执迷不悟 而且甚至变本加厉 请问赖医师甚至包含我们的行政院长 陈院长陈院士 你是不是能够秉持你的医者良知跟专业 请向社会大众好好的说明道歉 我们孩子身上的药物应该是零容忍 侯市长你应该要站在家长的立场 一起来找出这个真相 而不是大喷政治口水 家长很难放心 因为就算阴性 幼儿体内怎么会验出这种药物残留 毒专家赵明威也质疑 本二代品类是管制药应该要零检出 那被整纸的高低会跟每一个检体的特质 会有不一样 还有你的可能小便中代谢的 这些的各种的物质 给集起来的一个讯号 所以零检出应该 应该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面 尽管市府找来专家强调 阴性没问题 免费筛减的专责意愿也增加到八家 但在没有更进一步的调查出炉前 家长很难放心 这些文件就满凯才能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靖好新闻